雅民KY以快樂檸檬在中國崛起 但不敵疫情逆風 去年全年營收年減7.69% 稅後虧損9410萬元 每股虧2.65元 成為掛牌以來首度虧損 絕一不配股利 甚至處犯持股換現金 原本握有可不可熟成紅茶 20%的股權 處犯利益約7954萬元 把珍珠奶茶 從臺灣帶到香港帶到大陸的 網品西進虧損也越來越大 2020年後受到疫情衝擊 任列中國事業虧損超過1億元 去年網品中國餐飲 以及上海和平餐飲管理 合計任列虧損超過2.6億元 瓦城太統在中國的布局 早在疫情前就已經豬洋變色 連賠3年 西進布局的零售業 統一超商擁有上海浙江 兩地經營權 好不容易在2019年有虧轉盈 2020年開始又陷入虧損泥鬧 如今疫情升溫 中國又接連採取封城措施 疫情爆發已經進入第三年 在中國實施嚴格的封城防疫下 餐飲零售市場恐再次激動 去年已經有一波西進布局的台資棄手 而持續扎根投資中國的企業 面臨的挑戰越來越嚴峻 三立新聞 楊超成李文科綜合報導